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这会儿都起来了 今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巴塘 本来我们计划去礼堂的 但昨天爬完山以后 决定不在礼堂停留了 在礼堂玩一下 然后接着就往巴塘走 巴塘那边海拔比较低 哈喽 他复活了 满血复活 昨天晚上那个什么 你叫啥 葡萄堂 可以救命了 早上喝了 早上还没有 我那个拿了又放上车 早上也要喝一个 这是把摩托车挨着停的 打的没地方 去 充电了 货币箱都打不开了 我先收拾东西 好嘞好嘞 今天我们就到巴塘那边 因为巴塘那边的海拔会比较低一点 连有2000多的海拔 这样的话昨天爬完雅丁山 今天到那个巴塘那边去修整 这样的话能适应过来 昨天老杨那个就是比较 稍微有点严重 头痛啊 太阳穴痛啊 昨天回来就一直在躺着 好了 我们把车 把东西全部装在车上 然后去吃个午饭 就准备出发了 因为昨天和今天早上我查那个地图 他们昨天从巴塘那边往礼塘返回的 往这边走的 都堵五六个小时 我今天导航从这边到巴塘 有一个隧道也在堵着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堵 所以说到这吃饭 早点出发 杨哥给了一个那个 自驾318的那个 说贴一下 来过太多次了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 贴这个东西的这种感觉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都会贴 现在给了我们也贴一下吧 把这里擦一擦 刚好把这个毛巾打湿 一会儿可以帮我们挡风玻璃也擦一下 擦干净 好嘞 有这个 看看他贴在哪儿 往下一贴 是生地价318 因为我们从这边往后面走 真的就是318了 现在给他靠下 刚好 刚好 中间有个气泡 有个气泡 找个东西 给他 拿个平板 给他刮一下 我去刮破了 就这样吧 散了一点气就好了 有点丑啊 有点丑 别介意 就这样嘛 行了就这样吧 此生地价318 烂了 早上起来 把挡风玻璃也擦一擦 你看看挡风玻璃 被这边的紫外线晒的 擦个水下的冒烟 紫外线有多强 这水黑的 可以啊 它这包子米线啥都有 来吧 比较全 重庆小面 搞个面吧 还有超手 麻辣超手 鸡汤超手 很全 看重庆的弯杂 直接是招牌 好了 好了 我们的鸡杂面 看我这个鸡杂面 我这红油 感觉 很有胃口 一碗面吃饱 因为晚上的话 要六七个小时路程 所以今天点了个大会儿 弯杂面 没想到在这儿 走一口 弯杂面 太饱了 嗯 味道还不错 要有一个真的 吃弯杂面 是真的 好了 我们这会儿 吃饱喝足 准备出发 巴桃 全程的话只有392公里 但是我们要跑六个小时 42分 这还是那边不堵车的情况下 如果堵车的话 那就不知道了 这一路全程海拔也好多地方 都在4000多以上 哎呀 雅丁 再一次离开雅丁 这次线路没走完 有机会再来吧 现在这个县城还比以前 确实发展的快得多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很多还都是那种 特别老式的那种藏子房子 现在的话都是盖在这种高楼 虽然类型也是藏似的 但是感觉 这个 现代化多了 住宿条件也舒服了 很多酒店都是带那个氧气的 又是柠檐 也许多不少 是柠檬的 看家里面 是柠檬 和味道 一招的 能够的 也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有一座塔里 还有很多人在上面朝拜 磕头 就那种磕长头 我们还要接着赶路 好了 我们现在到这个冰川石河 在这里休息一下 稍坐休息 上个厕所 后边的话是有一个 稻城石河公园 我们到后边看一下 这是冰河时期 所造成的这种冰川石河 就是在大冰河时期 然后从山上整个石头形成的石河流下来的 石头河 哇 还真的是 这么看也挺壮观的 这么多 这种大石头从山上流下来 这种景物也很少见 往后面也全部都是 漂亮 这水都从石缝底下流 这里的水也特别清澈 冰河时期 几万年了吧 还是几十万年 后面有厕所 我们也上个厕所 接着赶路 晚上七八点才能到 这里的温度还挺好 刚刚合适 我不信 来 你试一下 你今天就得住这 主要是我跳到那个 然后可以从那个坡去 到现在深清如燕 完全的没有 昨天那一波高板的样子 那石头上面是个鸟还是个啥 鸟吧 应该是鸟吧才会跳 看你咋下来 我们先回 真的不好下 好下啊 大家一看一看 太大用滑水 好下啊 哈哈 小心 小心 我给你绕 你好 跳 然后呢 你得到这儿 在这儿啊 对啊 哎 那个也可以 哈哈哈 还是可以 你滑一下 太坏了吧 哈哈哈 那刻一下有点疼 哈哈哈 那咱接着走 好 我看一下 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 咱晚上八点钟才能到 对对对 咱们 咱在礼堂再玩一下 可能九点钟才到 李堂咱们转一圈 哈哈哈 哈哈哈 开车溜打一圈就行了 因为礼堂吧 其实也没傻玩的 对 大家可能那边 tio有点湿 我看看我车 咱们 一个闪优过去了吗 嗯 接着走 回到车内 接着出发 哎 这边是过不去的 得到 离开那个石河公园 发现这个上游啊 全部都是这种大石头 整个山就是一个一个大石头 一个大石头堆起来的 想想都壮观 大冰河时期 能把这么打几十吨 好几吨的这种大石头 全部冲下去 看这漫山遍野 全是大石头 一眼望过去 全部都是 简直就是石头山啊 看这山上 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这种 这应该是 岩石还是花岗岩 应该是花岗岩 你看这碎开了以后 都花岗岩 超级结实这种石头 好了 我们现在到达 吐尔山 这个山应该来过很多次了 在我的视频里面 你们应该见过很多次了 这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雅口了 吐尔山 因为再往下面就到礼堂了 四千六 海湾还是 咋样四千六 我感觉我刚才 前两个人 适应了一下 喝很多 还好 应该不冷吧 我也穿这么 我得吸个火吧 虽然手机啥都在里面 看这个拓尔山 来这停车的人有多多 马上要堵车了 那边还搞了个玫瑰花 那边还搞了个玫瑰花 那边钻一下 这还卖水果的 马上四千七 四千六百九十六 站到那儿就四千七了 站到那儿就四千七了 上去看看的 只求今生相依 不求来世相遇 一个大大的拖耳朵 哎 那远处还有一对兔子耳朵呢 握到那块 那块形状 它趴在那 是吧 这有点像的 还是有点船的 这一点 毕竟四千七的海拔了 可能是就以 那个山命名的吧 要不然这块 弄一对兔子耳朵 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那个地方 这个小兔耳朵 然后这样勾勒下来 像一个兔子趴在那里 往下面走就到礼堂了 这边还有几十公里 天空之城 海拔最高的球阵了 看那边都在下雨 看到没 这个崖口算是 这边最大的崖口了 感觉今天那个 天没有很蓝 云多 云挡着了 看不到天 整个都是感觉阴云的 白的也是云 云层上面还是云 感觉看不到那个蓝天 是吧 对 天好 云离这儿好近 感觉好像都能摸到 你到阿里的时候 就是蓝天跟云 你跟那平行那种感觉 阿里五千多 跟这个海拔一样 那现在差不多 四千七万 各别的地方五千多 正常的地方都跟现在差不多 不知道小峰区 还有点大量 看这边多少人 那边弄那个 在那拍照 可能从那个角度 能拍到那个托尔 我们刚才出去溜达了一圈 然后杨哥他们上了厕所 我们就接着走 这个托尔山 每次来这边打卡拍照的人 就比较多 因为这里海拔四千七 人多了以后 现在这里也开始收费了 以前这种服务区是不收费的 现在这个服务区 还要收五块钱停车费 真的是啥地方人多了 都开始收费了 托尔山我们来了好多次了 第一次收费 准备接着走 再有几十公里 我们就到达天空之城 李唐 仙儿 你又到李唐了 还记得你上回来一趟吗 冰天雪地的 嘿 嘿 我还记得你上回来一趟吗